好 一起来关注到今天国际间最大的消息就是G20峰会登场了 今年主办的地点在意大利的罗马 那么在为期两天的会议当中呢 这个与会的领袖将会聚焦在关于气候变迁 还有新冠疫情以及供应链吃紧 能源价格飙涨这些议题上来进行讨论 那么这个大陆还有俄罗斯的领导人呢 习近平和普丁是没有亲自到场的 他们两个人是以视讯的方式与会 不过其他像是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啦 还可以看到有梅克尔啦 还有像是这个英国的首相强森啦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都是亲自出席的 陆周社是引述了联合声明的草稿报道说 这些与会的领袖呢 他们可能只会以稍微强硬的口吻 来表达他们这个采取气候行动的承诺 不会如环保运动人士所愿 是定下更积极的一个气候目标 那么根据路透社得到的最终联合声明草案显示呢 G20成员国是承诺他们会致力将全球暖化的幅度呢 要控制在摄氏1.5度之内 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呢 其实这些G20成员国呢就包办了其中的80% 算是相当的高 因此呢G20声明当中也提到了 这些领袖们他们认可 希望可以达到对抗暖化的目标 关键就在于这个世纪中之前呢 要来实现净零碳排 这个碳排哦 但仍有部分的这个排碳大国呢 迟迟是不做出承诺的 那么气候议题虽然是这一次G20峰会的主轴 但是另外像是这个新冠疫情危机啦 还有经济复苏 也被列入了这一次的议程当中 此外呢G20领袖也将吸手承诺 支持从2023年开始呢 要实施全球最低的企业税制 那么今年呢 除了这个主办国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之外啦 亲自到现场呢 刚刚看到了有这个拜登 还有印度总理莫迪 马克宏 强森等人 他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今年没有亲自到场 他派出外长王毅当代表 不过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以这个视讯的方式发表了谈话 一起来听 中国古人说 诚信者 天下之节也 就是说诚信是结交 天下的根本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着力推动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 不断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持续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 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呢 这个外界预测 美国总统拜登呢 可能会特别聚焦在这个能源价格飙涨 还有供应链瓶颈的隐忧上头 那么由于这个G20成员国呢 包办了全球经济产值80% 还有全球贸易的75% 所以白宫的官员就透露说 拜登呢 将会透过这一次的会议 要求各国领袖寻求对策 来因应供应链的危机 导致的全球贸易受阻 那么G20的领袖 也会为这个疫苗的计划来背书 明年中之前呢 计划要达成全球70%人口 来接种疫苗的目标 并且针对未来抗疫工作的需求 要成立一个特别小组 好 镜头转到亚洲 来看到呢 这是哪里 日本的疫情降温之后呢 紧急事态宣言等等的措施呢 也在上个月底解除了 因为这个周末是这些餐饮店餐厅 被要求提早打烊措施 解除后的第一个周末 又碰上了万圣节 所以在东京色谷 涌入了很多人潮 不过色谷驱公所很担心 人多秩序大乱 会有民众闹事 又担心这个疫情会扩大 所以呢同样呼吁民众 这个万圣节尽量少到色谷 因为过去万圣节这一天晚上呢 色谷挤满了人人山人海的 今天晚上呢就是这个万圣节的当晚 所以呢其实警方也会在厂家派人力 预定会派出上百名的远警道场 来维持秩序 那另外呢今天同样 万圣节的同一天呢 也是第49届 日本众议院选举投开票的日子 所以有民众也很关心说 是不是可以以便装的造型到投票所来投票呢 日本的总务省额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内政部啦 东京都选举管理委员会就表示呢 投票所并没有选民衣着打扮的一些规定 但是日本公职选举法60条有规定说 这个投票所的秩序得保持 如果有民众做出破坏投票所秩序的行为的话呢 会被要求要安静或是离开投票所的 那么这个东京都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说呢 可不可以便装 他说可以 但是呢要安静要严肃的投票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呢官员也强调说 因为投票之前 必须要确定你是本人 所以呢希望这个民众如果要便装去投票的话呢 要避免这个完全看不出面貌的化妆 或是便装要露出脸来 好同样也是日本呢 日本真子公主她的新婚夫婿小事贵呢 被披露 在美国纽约参加这个律师资格的考试 落榜了引发关注 对此日本NHK报道说呢 小事贵向她在律师界的前辈坦言 自己考试确实没有通过 她说呢她会再继续努力 NHK就报道说呢小事贵坦言 这一次考试的结果没有成功 她也觉得非常的抱歉 明年的2月呢 她会再次挑战考试 也会继续努力 小事贵的前辈透露说呢 她也和真子进行了对话 真子表示呢 她相信小事所说的话 也继续支持先生来研读 美国纽约州的律师协会是在29号的时候 公布这个律师资格考试的榜单 但是媒体发现呢 这个榜单上头没有小事贵的名字 消息一出呢各界也很担心 她是不是落榜了 因为呢没有这个律师资格 年薪恐怕会相差四倍 好现在也证实哦 NHK说呢小事贵说 她自己真的是没有考上 因为一般来说呢 拥有这个纽约的律师执照的话呢 年薪大约换算成台币是488万左右 但是考试没考上 只能继续当助理 年薪大约只有台币147万 想在这个高消费的纽约过活 恐怕不太容易 不过呢幸好这个纽约州一年 会有两次的司法考试 下一次的时间呢 是明年的2月 所以小事贵呢 只需要再等待三个多月 就可以再度应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